南韓新SARS疫情有惡化跡象 衛生部門星期二凌晨有最新消息 指新SARS確診個案急增至25人 2人死亡 其中一個在星期一埃曼死亡的58歲女死者 後來被確診為新SARS患者 在疫情爆發以來手中死亡個案 另一個71歲的男死者 就曾接觸過首名確診患者而受感染 自從5月20日疫情開始爆發之後 一直不見人的總統朴槿惠 星期一終於開巷 痛斥衛生部官員初期應變不足 又敦促官員傾盡全力 壓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有分析批評 說當地政府錯過了防止疫情擴散的黃金時間 據南韓傳媒報道說 醫院曾向當局報告 說第一個確診的68歲伯伯 而似有新SARS的症狀 但當局以患者去過的巴林 並不是新SARS病發國 拒絕了確診的請求 當局之後足足浪費了一日半的時間 才確診首名患者 導致推遲追蹤前復期接觸者的時間 亦都推後了之後的所有對策 令到疫情不斷擴散 南韓保健福祉部就低估疫情向國民治協 並且計劃禁止682個曾經和確診患者接觸的人 但世衛並未對南韓的旅遊限制升級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